跟某些人說話要小心 有時候你當他是朋友 他都把你話拿去 政論節目講 這個不是很厚道 強調總選會主委李靖勇 從沒暗指指揮中心 不放確診者投票 文明炫左嗆民進黨前立委 沈富雄不厚道 右批特定集團醜化防疫 有一些部分的人士 他常常都會去 截取一些很短期的 來做評判 就這樣子是 比較沒有科學上的這個素養 媒體引述國際公委統計網站資料 稱臺灣近兩週每百萬人 確診染疫死亡數31.33人 是全球第三高 遠高於香港日韓 王必勝拿數據嚴正澄清 強調致死率 需看長期統計才準確 臺灣在日韓等OECD 38個國家中致死率排名第六低 累積確診死亡率也是第五低 而且是屬於世界上最晚 真正大規模的這個流行 那我們其實才是在第二波 那光是日本 他現在已經要第八波了 那麼每一個國家 如果你用很短的時間看 他在疫情高峰的時候 都是世界最高的 防疫好成績不容抹黑 而公衛專家陳秀席也預估 臺灣新冠Omicron死亡率 將在12月底降到 十萬分之零點五以下 甚至低於流感死亡率 達到新冠流感化 12月底的時候 我們死亡率 有可能再繼續往下降 因為最近我們看到 我們的個案的致死率 已經從總體的致死率是零點一七 那已經降到這個百分之零點一二左右 那看起來這個趨勢是很明顯 新鎮化的這個趨勢還是在 二十三日本土也再較 上週同期下降百分之二十一 僅新增一萬七千八百四十一例 因此指揮中心也再放寬 住宿市長照機構快篩規定 同時宣布12月起第八輪快篩實名制開賣 幼兒長者免費零五計快篩 也同時上路 備戰疫情一波波來襲 歡迎收看小鈴鐺 林博漢百岳飛台北報導